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因着元祖的骄傲 破坏了天主 赏给人原始义德的和谐与美好 丧亡才进入了世界 我们的人生也因而陷入一场充满诱惑的硬仗 即便是天主子耶稣 在宣讲前仍需受到恶魔极大的考验 男人和女人都是天主所特别创造的 也都是天主所喜爱的 按男女性别而言 男女相互诧异 各有所长 互为补充 就人性而论 两者完全平等 他们的性别和存在 反映出天主的智慧和美善 成为男人或成为女人 都是天主所愿意成就的美好事实 男人和女人都有不可剥夺的尊严 因为都是直接来自同一个造物主 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 因此 因此 具有完全同等的尊严 天主亲自说 人单独不好 我要给他照个与他相称的助手 透过圣经不同的章节含 天主愿意男人和女人相互依存 彼此共融 彼此共融 完全合一 没有任何其他的动物 能成为人心心相应的助手 透过女人 男人发现 女人是另一个我 因此 她不禁发出爱慕与惊叹的呼喊 这才是我的亲骨肉 透过婚姻 天主把男人和女人结合成为一体 好能在合一的爱中 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这是天主的旨意 你们要生育繁殖 充满大地 男女成为夫妻和父母 将共融合一的生命传递给子女 以独特的方式协助了造物主的创化工程 在天主的计划中 男女奉照 以管理者的身份 去治理大地 按照造物主的旨意 去爱护一切所有 他们对世界 负有不能推诿 无可取代的管理与发展的责任 天主所造的一切 样样都很好 尤其与人建立独特与美善的友谊关系 特伦多大公会议对此 有动人的描述 圆祖亚当厄娃被创造的时候 是被安置在一个原始圣德和义德的状况下 这个原始圣德的恩宠 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什么是原始义德呢? 是的 从人有生命开始 就被天主恩宠的光辉照耀 只要人留在天主亲密的友谊类 就不会死亡 也不必受苦 人内在生命的和谐 男女间的和谐 人与人 与整个寿造界 接触于关系美好的和谐状态中 这就是原始义德 天主从起初 就把人安置在乐园中 教导人耕作 生长 是管理世界的主人 那时 人不受属于世界 肉身的贪欲 眼目的贪婪 及人生的交涉 所支配与控制 因此 人在天主亲密的友谊内 完全自由 自身做主 因着原祖 亚当 厄娃 以自由意志 而选择反抗理性的命令 天主在起初 所赏赐给人的原始义德 的和谐与美好 完全被破坏了 德讯篇告诉我们 人具有足够的知识 理解 及辨别的能力 并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 选择上恶 因此 人必须承担被世界的贪欲支配下 所犯下的罪恶后果 丧亡是因人骄傲 才进入世界的 让我们永远记取 德讯篇的教导 不要重蹈死亡的复彻 骄傲的开端 使于人背离上主 使于人心远离自己的创造者 因为骄傲 是一切罪恶的起源 固执与骄傲的人 散不可憎恶的事 有如雨点 最后必使他上亡 请听智慧的劝勉 你应该往世界神圣的那一面去 与活着而送扬天主的人在一起 不要在不前进者的错误里停留 你要在死前赞颂上主 今天的教礼就介绍到这里 愿天主祝福您全家身心灵 健康 平安 喜乐 期盼下周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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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